今天呢,我将为大家讲解的课程主题呢是 哪些股票具有上涨的潜力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红利的徐老师 英文名字,Robert徐 那么今天呢,大家也看到了很多银行股在不断的向上反弹 前一段时间,新加坡的指数在进行向下调整 接下来呢,它有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到底会不会引发继续向上呢?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节课程 跟大家聊一下新加坡上涨的个股 它具不具有上涨的潜力 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课程声明 本系列讲座针对红利软件操作方式方法 做具体的讲解和运用 不作为交易指导建议 课程中我们讲到的股票为课程讲解需要 并非推荐股票 股市有风险,据此操作,盈亏致富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讲一下 关于新加坡股市的动向 以及指数和个股 到底接下来发展的潜力在什么位置 那么我们所使用到的 红利的特色功能指标 是什么呢? 红利进出指标 加红白圈指标 加六台神龙指标 为大家去分析讲解 那么这三个指标呢 也是隶属于红利软件特色功能指标 一个是可以研究趋势的 另外一个呢 可以研究信号的 另外一个呢 是研究资金类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打开红利软件 去调出这三个指标 一起看一下新加坡海峡指数的动向吧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红利软件的主界面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打开分析决策界面 调出新加坡海峡指数 为大家去分析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新加坡的海峡指数 那么我们调出刚才提到的三个指标 第一个叫红利进出 在右侧菜单倒里面 我们点出红利进出 红利进出呢 它的组成的非常简单 绿色的这条线和黄色这条线和白色这条线 三条线 通过三条线 它可以区分出来 第一条这个绿色的为主要的趋势方向 它也可以理解为生命线 这个生命线呢 它有两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 就是告诉我们它的位置关系 比如说蜡烛 它到底是在绿线的上方呢 还是下方呢 如果在绿线的上方 说明它是相对安全的区间 如果它在绿线的下方 说明这个位置呢 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属性呢 就是它的方向属性 绿色的这条生命线 如果是向下运行的 说明这个位置整体的运动方向是下降的 所以这里呢 需要注意 当这个绿色的生命线开始有下降走平的时候 说明趋势即将发生反转 那么到底会不会发生反转呢 我们可以看绿色的生命线 有没有从走平开始走上 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红利进出指标绿色生命线的方向 同时也可以看里面还有白色的线和黄色的线 连在一起的话呢 共同组成共振带 如果黄线在白线的上面就是黄色共振带 如果白线在黄线的上面就是白色共振带 用来区分第一道安全防线 比如说蜡烛在黄色共振带下方 想要突破进行反转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突破第一道防线黄色共振带 突破了黄色共振带才有可能继续突破绿色生命线 向下也是一样的 他要想跌破绿色生命线 他必须要首先跌破白色共振带 然后呢再跌破绿色生命线 所以呢共振带它的作用的是第一道防护网 所以通过这一点呢 大家也可以认识到红利进出指标非常不错 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把握机会的诞生 以及出现风险的起始点位 在顶部附近你看到了风险 我们可以及时规避风险 在底部只要看到向上转折的迹象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关注机会的诞生 这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另外一个位置呢 如果它已经突破了绿色生命线 处于相对安全的区间 那么处于安全的相对区间 我们可不可以使用一个信号类指标 帮助我们找准切入点呢 可以 这个指标呢我们可以使用信号类指标 信里面有一个红白圈 红白圈指标呢 它有两种圈圈组成 一种是白圈 一种是红圈 当白圈变成红圈的时候 说明有机会 反过来 如果从红圈变成白圈 说明有风险 但是呢 它一般适用在单边趋势 什么叫单边趋势 就是单边上升趋势和单边下降趋势 横盘适不适用 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使用在绿色生命线的上方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 白圈变成红圈的时候 它也开始突破了绿色生命线 所以这几天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它在绿线上面 而且呢 是红圈区域 是一个机会 但是呢 你发现接下来 这个绿色的生命线依然在走平 蜡烛依然在绿色生命线上方 但是呢 它已经变成白圈了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现在进行调整 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呢 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资金类指标 比如说MCDX 对吧 MCDX 就是六台游融指标 那么调出六台游融指标 也是帮助我们把握市场中的资金成分 你比如说 这里面的红色柱体表示装家资金 那么青色柱体呢 表示散户被套资金 那么黄色柱体呢 游资就是快进快出的投机资金 它的整体比例是100% 这个红柱 它从下面往上 看它的高度占了多少比例 那么青柱零轴在上面往下 你看它占了多少比例 剩余的是投机资金 黄色柱体 三种柱体对应了三条线 红色柱体对应的是紫色这条线 青色柱体对应的是淡蓝色这条线 那么粉红色这条线呢 对应的就是游资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位置关系 那么红柱它代表装家资金的比例 如果它对应的平均线 就是紫色这条线 如果被红柱上穿 说明这个位置呢 资金是走好的 通过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出 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装家资金 后面装家资金又降低 说明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装家在 赤盘的一个过程 所以接下来我们密切关注好 蜡烛与红利进出 绿色生命线 以及白色共振带的关系的同时呢 要注意红白圈的变化 同时加上装家资金 红柱会不会继续出现并增高 这是新加坡海峡指数 接下来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向问题 那么分析完新加坡的海峡指数 目前可以说是正在进行 刚刚突破后的回踩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边注意机会 一边控制风险 这是当前的分析策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去做一些个股呢 我们可以采用强势股的方式 比如说最近我们可以看一下 刚才谈到的银行股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新加坡的三大银行 DBS OCBC OUP大华银行 对吧 都可以去看一下 近期到底怎样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DBS可以说是通过 刚才的分析决策模型 可以看出的是 在这个位置 红白圈从白圈变成红圈了 对不对 这个从白圈变成红圈的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刚好是在 黄色共振带的下方 而且也处于绿色生命线的下方 但是你发现随着红白圈持续的红圈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位置 蜡烛突破了绿色生命线 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下方的庄家资金红柱 它的比例呢 是在增加的 而且呢 它的高度是高过紫色的这条平均线的 那么前面我也讲过 红柱的高度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分数 成绩分数 而这个紫色这条线呢 可以理解为及格分数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红柱的高度分数 高过及格线是优秀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 资金是优秀的 尤其是庄家资金是优秀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个位置也突破了 所以这个位置向上依然都是机会 而且最近它有一个调整的幅度还是蛮大的 但是呢 你发现它依然是红圈 所以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种分析方式 可以发现新加坡的银行股就目前为止 它的潜力呢 还是可以进行继续关注的 这里呢 我们可以借助红柱软件 进行每天的跟踪分析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华侨银行 OCBC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目前的跟刚才的相比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弱 但是呢 你会发现 这个位置呢 依然是开始出现了红白圈 变成了红圈 而且呢 蜡烛在不断的向上突破 首先突破的是黄色功能带 随后突破了绿色声明线 过后呢 依然是红圈 但是呢 你发现 它突破过后 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红白圈变白圈 说明它突破过后 即将进行回踩 但是你发现在回踩的过程当中 庄家资金依然有出现 所以这个位置呢 虽然它变成了白圈 但是基本的方向 包括资金呢 依然非常不错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继续进行关注 那么这个关注的话 大家也发现了 今天在盘中 它是上涨的 所以呢 你发现这个趋势走好了 资金带 包括这个信号 出现了白圈 只能说明是近期的回踩 这个花销银行 它的潜力呢 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大花银行 UOB UOB呢 它也是从红白圈 变成了红圈 对不对 但很多人说 老师这个位置 红白圈 白圈也变成了红圈 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个位置你发现 绿色的生命线 是整体相下的 而且呢 蜡烛在绿色生命线的下方 所以呢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是没办法比的 因为这个位置 红白圈变红圈以后 虽然这个位置是 在绿色生命线下方 但是呢 它是慢慢的突破了 黄色公针带 后面也突破了 绿色生命线 这个位置和前面这个位置 还是有本质性的区别 而且庄家资金呢 这个位置呢 依然是高过紫色的线 那么这个位置呢 依然在回踩 为什么我说 它是回踩 而不是下跌呢 因为第一个 它这个蜡烛 没有跌破 白色公针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依然在绿色生命线上方 绿色生命线呢 依然是走平 趋于走上的一个 初始状态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虽然红白圈 从红圈变成了白圈 但是呢 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 回踩的位置 非常重要 所以呢 论起啊 这个DBS呀 OCBC呀 UOB呀 三大新加坡银行股 都是潜力非常大的 也是值得我们持续进行关注的一些新加坡个股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有前一段时间涨的不错的个股 我们也不妨来看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 V03啊 V03也是如此 大家看一下 V03这只个股呢 如果你按照前面我们的分析方式 你可以发现 在这个位置 绿色生命线持续的向上 对不对 这第一点 绿色生命线持续向上 另外呢 蜡烛一直处于白色供应在上方 同时呢 你发现中间有几个是红圈啊 变成白圈 然后呢 白圈再变成红圈 也可以理解 这是给我们在 起点没有买进的股民投资者 再次进场的机会 这个位置 庄家资金红圈 已经开始低于这个紫色的线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庄家资金在这个位置 就已经开始离场了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需要进行规避风险 这个位置也变成了白圈 我们需要以资金为王 股市是跟着资金走的 而资金是跟着庄家走的 我们需要把握住庄家资金的动向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规避风险 因为红白圈提示白圈 这个庄家资金低于紫色的平均线 所以这个位置呢 中上所述至少在减仓 对不对 后面这个位置 红柱再一次上穿紫线的时候 这个位置 红白圈变红圈 蜡烛再一次上穿 红利进出绿色生命线 所以这个位置呢 依然是可以进行把握机会 目前它又开始回踩了 为什么回踩 蜡烛在白色功能在上方 在绿色生命线上方 庄家资金有轻微的调整 这个位置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它调整的力度 如果继续跌破白色功能带 跌破绿线 而且依然是白圈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位置调整的幅度会很大 当然了 也需要借助六彩森龙 红柱与紫色平均线的位置关系 对吧 这样的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今天呢 它在盘中又一次被拉起来了 就目前而言 这个位置仅仅是一个回踩 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密切关注好 和这个股票形态 类似的一些相关股票 那么像这样的股票呢 新加坡还有很多 比如说U96啊 这只个股也是 那么这只个股呢 我们发现在这个位置 红柱是上穿了紫色的平均线 而且呢 这个位置呢 蜡烛在绿色生命线上方 而且呢 红白圈变成了红圈 到这个位置 你发现 庄家之间低于指线好多天了 而且红白圈变成白圈了 说明这个位置调整是有的 如果你非常的害怕 你也发现 这三个指标 白圈 加上这个红柱低于指线 两个指标走坏了 这个位置你可以减长 或者是平长都可以 但是到这个位置 你发现 红柱再次上穿指线 而且这个位置 红白圈变红圈 依然是有一定的机会 最起码 绿色生命线依然是向上的 如果按照这种分析方式 你在接下来 包括未来的方向 依然可以进行 按照这种方式去判断 只要每天晚上分析决策好 第二天就可以 很好的去跟踪分析 对吧 有机会就进 没机会就出 这是非常安全的方式 当然了 还有很多 比如说S58呀 对吧 大家也可以看 它也是同样 在上穿绿色 声音线的时候 红白圈是变成红圈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 六台油龙指标 红柱 上穿了紫色的平均线 所以这个位置是 很安全的向上 但是近期你发现 它蜡烛不断的在进行调整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我们直接说是回踩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 依然是红白圈 刚刚变成白圈 但是呢 你发现 它依然在 白色共振带的上方 这个位置呢 又变成红圈了 所以今天在盘中 它也有一个 非常不错的表现 对吧 这就是通过图形形态的 盘前分析决策 来进行 更早的发现机会 和更早的 规避风险 这就是红利软件的全称 红利盘前分析决策软件 所以非常值得拥有 那么当然了 还有AiY 这个iFast iFast是近期 上张的非常多的一只个股 我也不妨跟大家再讲一下 因为在这个位置 大家发现 蜡烛开始上穿绿色生命线 接下来蜡烛一直处于 白色共振带上方 同时呢 里面也有白圈变成红圈 红圈变成白圈的情况 都是给我们没有进场的股民 一些这个进场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 你发现给了很多次机会 都在上 那么最近呢 你发现 庄家资金比例 已经达到了90%左右 绝对控盘了 所以这只股票呢 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 但是调整的过程当中 大家依然要注意 红白圈的颜色呀 包括蜡烛与白色共振带 以及绿色生命线的关系呀 以及绿色生命线的属性啊 包括庄家资金红柱和紫色线的关系呀 都可以在相对高的位置进行及时的发现风险出现的一个动向 有机会 你要把握机会的同时呢 有风险也要及时的规避风险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应该是在收盘以后 第二天开盘之前做好分析决策 这就是盘前分析决策 这样的方法 大家如果使用的话 我相信每一只股票都不会被套 在不被套不输钱的情况下 如果行情比较好 你就可以在股市当中赚一个比较理想的投资收益 这就是红利软件的分析思路 非常科学理性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分析方式不错呢 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咨询了解 会员详情 以及办理红利会员手续 那么接下来呢 我也告诉大家我的联谊方式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美国 都可以联系红利徐老师 我的WhatsApp和WeChat 跟大家列出来了 欢迎大家及时的与我进行咨询了解 当然了 也可以与徐老师沟通交流 看看你的股票是不是符合这种投资形态 所以呢 赶紧联系我的联系方式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订阅 我的YouTube频道 同时点击小铃铛 后续的视频更新 能够第一时间通知到您 好吧 今天的课程先为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不见不散